彭博世印術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總統拜登最快在未來幾天 就會公佈限制對華投資的行政命令 但範圍就會收窄至超過一半收入 是來自AI和量子計算等尖端領域的企業 報導中其中一名消息來源指 這個行政命令將禁止軍事終端用戶投資AI 並要求如果有其他AI業務的投資 必須視線通知華府 行政命令簽署後 美國投資人將被禁止投資最先進的半導體 特定領域的量子運算 以及軍事終端用戶設計的AI活動 投資大陸其他AI業務 雖然需要事先通知但不會被禁止 報導指出拜登期望改善與中共的關係 因此最後的禁令版本會被較早前提出的溫和 而如果相關大陸企業有AI業務 但並非主要收入來源 也可以繼續投資 知情人士提到 由於政府需要聽取更多業界意見已立入決策 命令大概需要一年時間才能生效 而且這道命令沒有追溯力 因此在一年內進行的投資不會受限制 白宮對報導拒絕回應 喂喂,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